然後這根本就完整的設計了 對不對 然後這個也是 我還跟這個孩子 我記得這個孩子 好像是比較偏上 有一點點自遺症的小孩 看著牆上一張張 精美婚紗設計圖 有的用小白花點綴 也有藍色澎湃裙擺 這些都是張傑指導孩子們 完成的作品 近身投身公益活動的他 這回又參與企業舉辦的 快樂播種計畫 去瑞賓國小 當一日導師 教小朋友做婚紗設計 我希望把這個事業的美好 能夠分享給孩子 其實讓他們能夠多接觸 也可以拓展一下他們的事業 前進偏向校園 關懷孩童神根教育 臺灣貧富生活差距兩極 偏向學習落後都市區兩到三倍 如品品牌與代用課程協會合作 贊助100堂課 並且規劃名人小學堂 宮新北市偏向地區的國小 免費申請 期望能夠協助更多孩童 看到的時候我都已經覺得說 天啊這個我也想要偷回去 把他們的創意全部都偷回公司 然後我甚至直接跟小朋友說 你就直接來我公司上班好了 他們的那個創意已經是超乎我們大人 因為其實我們大人有的時候 會被很多知識的框架框住了 所以說一直以來熱衷各種公益活動 不過這回與孩子們共同創作的 創意禮服曝光 也用作品見證計畫成果 而輔導作品在半球車站為期12天展出 也期望能夠引發社會大眾 一同關注天鄉教育議題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明星八方式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明星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